早起好久不见了 是不是 有个网友说你7号逃跑了 我逃跑啥呀 我这段时间干啥去了咱们 这段时间扭孩子 是不是 去你老家待了一段时间 是不是 然后去你奶家待了一段时间 那咱才回来了不 生活是不是要不如正轨了 所以天天围着你钻 啥也干不了你了 是不是咱得不如正轨了 以后 我有一个很特殊的身份了 有什么身份吗 全车保妈了 也是你的免费贴身保姆 以前我大家看我都可能是 看旅游啥都关注的 但以后来年吧 来年我太太出去旅游 咱们用三年时间 环游中国环游世界好不好 来年 咱换个大点的车 咱们就仗殿走天涯去 好 现在呢 现在只能围绕这一亩三分地儿 咱们就天天在屋里拍一呗 是不是啊 还有带购红肠 我会接着带购的啊 都是等我有时间 我就出去给没带购 但是可能是不是天天的 但是有时间我就会出去的啊 啥时候能有时间呢 今天没有 今天没有 今天咱不出去了 就是好的时候 消灯的时候 也蛮老省事的 就坐着自己都能玩一个多小时 哎 你要不好的时候 一睡觉的时候啊 哇哇哗哗哭 谁也哄不了啊 除了我跟无法保 谁都哄不了真的 这孩谁都哄不了 那老能哭了 睡觉之前 现在就是在好的时候 这个时候可哄哄了 你就自己给他扔着玩都行 一会儿再给你们录一段 他不好的时候 谁都哄不了啊 现在我要去做饭了 还没吃饭呢 他现在会翻身了 就是不能只放在这儿了 他容易翻面去 所以我要做饭的时候 就给他嘴在这儿 就下不去了 是吧 就在这面皮吃过吧 我要做冷面今天 冷面 冷面 香菜 赤子 黄瓜 太热了 不愿意吃别的 做个冷面吧 你说我现在更新啥呢 更新这些材 我自己都不愿意看 其实挺无聊的 就好像婆婆妈妈的 那我现在没啥更新呢 我暂时只能更新这些啊 视频里没事夹闸的点小广告吧 挣点小钱 然后给你们介绍这个筷子 这个筷子老好用了 你们看我这下边还有一 还有一副 这我妈都上我出窗里拍了很多双 就这个筷子就是我用了一年了 都是没说得扔 您说半年快 筷子半年就得换 但是他人家用一年啥事都没有 铝合金的非常瓷实还不滑 就是你拿到手里就看着特别高档 不是像这样的木头筷子 大妈系量的 这个用着高档 而且还不滑 真的特别好在我出窗里 你们如果不好回来找我 打打好 这是我用过 我觉得最好用的筷子 你们帮我看着孩子啊 看着干啥呢 有事叫我医生 我好宅着做饭呢 先把冷面下锅煮 这是做冷面的配菜 黄瓜 柿子 蒜 香子 盛出来过一下凉水 现在我们开始兑料汁 酱油 少许 这是我自己的口味啊 有些人 他就不爱吃糖醋的 但是我爱 酱油 醋 白糖 盐 鸡精 一定要放香油 放香油 放香油才好吃 咋 这个饭 完了 这又不干了 困了 困了 自己玩一会儿啊 困了 困了 这又困了 好了好了 这孩子要是困的时候 红可难红了 就得萝卜蹲 玩那个姿势 然后要不然 就得跑着红 我觉得跑着红 好像比蹲着红 好 跑一下 可以这样的事儿的 可以颠一颠的 才能给它颠碎 快 这个年轻才能红了这孩子 日子呀 这天 多热 我会自己睡觉 说你要是 不睡的话 咱就在那儿 坐一会儿 行不行 我都跟他们说 你懂事 可懂事儿了 真的很好吃 吃一个 不行 不休 自己吃 嗯 哎呀真好吃 你这死热的 可以爆了 睡觉睡失败了 不睡了 是不是啊 不睡一半吃 嗯真好吃 嗯 又哭上了 这刚才吃完饭 好不容易跟我哄睡着了 哎 睡睡觉趴起来了 又 现在会趴了 嗯 三更半夜的也起来趴着 这又醒了 你说白天睡觉 也就十分八分的 睡一会儿就醒 那哄它一次可十分八分 哄不下来呀 开玩笑